下面我们对比一下 目前在售的几个主要的型号的外观 最上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罗兰A10 中间是Yamaha YDS150 最下面是最新发布的罗兰AE30 Airphone Pro 我们可以看到长度上面 如果我把这个低头帽也加上的话 YDS150和AE30基本上是相同的长度 A10当然会略短一些 正面看上去的效果 因为这两个型号正面都是不可能 冲上就立得住的 所以我只能把它斜着看 金色的金属和银色的金属 这是两个最新的型号外观上的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按键 它的形成其实是非常长的 罗兰的按键的形成就相对要短得多 当然和雅加的触摸键相比 那肯定都是在建成的 那么传统的波姆体系的乐器也都是在建成的 所以这样的设计就是研习了 不论是长笔还是双黄管还是单黄管 还是巴松还是萨克斯 无所谓都是一样的 那么从按键的数量上来说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样的 YDS150 只是外形按键上面会有不同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接近了萨克斯的操控的习惯 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扬声器 我们知道A10的扬声器上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A30的扬声器两个都挪到了上面 当然我个人从来都不建议在演奏的时候使用管身扬声器 因为它发出来的音质 包括音量都是不足以达到演奏要求的 所以仅仅是一个试音时的选择 YDS150的扬声器在这里 那么它有一个专利是声音从这里面发出 并且通过管身传导到这个金属的喇叭口 能听到这个声音吧 然后再从里面发出来 在实际演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震动 那么这三个型号我在实际演奏的时候 如果使用的是管身扬声器 其实我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管身的震动并且传导到手指上 但依然我不建议电锤管使用管身的扬声器进行演奏 依然你要外接音频线 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相对客观的内置音色 接口方面 最早发布的A10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音频输入口是3.5的 有一个音频输出口是6.35的 然后还有就是USB口 整个管身然后电源就这四个接口 A30我们之前介绍过 它是有史以来接口最多的一个型号 除了电源接口 耳机的3.5接口 还有音频线的6.35接口 USB的Type-C接口 以及传统的5帧MIDI一进一出的接口 已经有这么多接口了 这是目前我见到最全 当然它还有蓝牙 可以通过蓝牙来连接电脑和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进行MIDI以及音频的传输 这是A30 YDS150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 我们从左边可以看到三个 一个是AUX IN 就是和A10一样的这个音频输入的接口 是3.5的 耳机接口3.5的 以及一个Micro USB的接口 它不是Type-C 右边就没有接口了 所以在演出的时候 你只能通过一个3.5的线 进行音频的输出 这个设计 相对来说就比较民用 它不是偏向专业的设备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专业的乐器音响设备 至少要有一个6.35的音频接口 所以YDS150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款给初级的SACS用户来定位的这样一个型号 当然我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 YDS的其他型号 会有更丰富的接口 会有其他的功能 这仅仅是 亚马哈在停产了WX系列之后 重新推出电锤管产品线的第一个型号 它其实是一个先锋观的角色 好 那么简单的外观对比今天就到这里 接下来如果各位有更多想知道的话题 可以发评论到微信公众号 包括视频下方都可以留言 感谢收看阿姨爸爸说 我们下期再见